3月7日 俄罗斯和乌克兰第三轮谈判 在白俄罗斯的别洛伟日森林进行 俄罗斯代表团依然由总统普京助手 美金斯基率领 他在会晤前表示 双方仍将聚焦乌克兰内部政治局势 人道主义方面和军事问题 谈判结束后 乌克兰代表团的一名成员表示 与俄罗斯关于停火和停止敌对行动的磋商 将继续进行 相关问题到目前仍没有实质性结果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也表示 俄乌第三轮会谈 没取得能实质改善局势的结果 但乌方谈判代表也表示 双方在改善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的物流运输上 有一点成果 不过有报道称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莫斯科时间10时起 乌克兰首都基辅 卡尔科夫 马里乌尔波 苏美等地的俄军将停火 开启人道走廊 但却只允许难民前往俄罗斯或白俄罗斯 乌克兰狠批俄国此计划完全不道德 美国汽车协会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当天全美平均汽油价格升至 美加轮4.01美元 为2008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 与一年前美加轮2.76美元相比 如今全美平均汽油价格已大幅上涨45% 美国汽车协会表示 如果美国或其他国家禁止从俄罗斯进口原油 这可能加剧全球供应紧张局面 进一步助推油价上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日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档新闻节目中说 总统拜登和政府各部门正讨论是否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运 美国将同欧洲盟友和伙伴协调一致 确保相关措施不影响国际石油市场正常供应 分析人士指出 汽油价格上涨将推高美国通胀和民众生活成本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 今年1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5% 创1982年2月以来最大同比涨幅 穆迪分析公司经济学家瑞安·斯威特表示 7.5%的通胀率意味着美国普通家庭平均每月多支出276美元 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军事行动给全球农作物市场带来的冲击 已在商店货架上显现 乌克兰和俄罗斯占全球葵花籽油出口量的大约四分之三 由于担心葵花籽油价格飙升 土耳其周末期间出现抢购 民众在一家商店争抢较低价葵花籽油的视频引起热议 部分连锁超市网站缺货 在全球最大的小麦进口国埃及 由于成本走高 过去一周部分未受补贴的面包价格大幅上涨 在大开罗地区 一包五片面饼的售价约为7.5埃及包 而一周前为5埃及包 欧盟一个行业组织也警告称 由于乌克兰供应流失难以很快得到填补 最快下月就可能出现葵花籽油供应短缺 小麦价格已达2008年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十多年前的这一危机 令全球多个地区爆发抗疫和政治动荡 2月份联合国一项食品价格指数也创出记录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 全球粮食价格短期内预计将进一步上涨 这将加剧世界粮食不安全 3月6日据多家媒体消息称 在加州繁忙的罗斯维尔商业街廊购物中心 有10人团伙0元购 视频显示这些年龄在16至22岁之间的劫匪 用大锤砸坏了一家珠宝店的陈列贵 并偷盗了其中的财物 目前劫匪仍然逍遥法外 警方正在紧急搜捕 现场的一名目击者描述了这些身着连帽衫 戴着面罩的劫匪是如何进入商店并威胁员工的 珠宝店附近一家商店的员工表示 劫匪持枪迫使店员待在一旁 任由他们搜刮财物 店内的人真的被吓坏了 不久之后 一个安全摄像头拍到劫匪离开商店 开着两辆车逃跑 分别为一辆亮橙色的盗旗插着和一辆银色的雪夫来 罗斯维尔警察局表示 有组织的打劫商店 盗窃显然是有预谋的 如果这些嫌疑人被捕 可能面临比大多数抢劫案更严重的指控 最新消息 根据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更新 4月1日起 自美直飞复华航班将在乘客登机前 增加查验抗原检测结果的原始报告 同时继续查验健康码 中国驻美国使馆 驻纽约总领馆 驻旧金山总领馆 驻洛杉矶总领馆 驻芝加哥总领馆 将分别就各自领区内复华直飞航班 公布有关抗原检测安排 自美复华乘客 需搭乘直飞航班 登机前 航空公司将查验由驻美使馆 领馆审发的健康码 以及抗原检测结果的原始报告 驻美使领馆仅为乘坐美中直航航线的乘客 发放健康码